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大洪水 那中国最近很多地方被迫泄洪受灾很严重 今天看到一个比较扯淡的新闻是 中国很多地方的这些受灾的灾包 他们看到救援物资完全不管他人的感受 直接能抢多少抢多少 别抢啊 咱们都晕晕我们后还一个车给你们运呢 咱们我跟你说一个人拿一个脸都行 我们都持续给你送 但是你不能一个人拿这么多 一会儿就被全部抢光了 然后大家一用而上都去抢这个白菜 很多菜也只会被抢坏了 这个红枪五子了 红枪五子了 这个红枪五子的日啊 看下没有 红枪五子的日啊 看下没有 看下没有这个这个是谁了 红枪五子了 这个红枪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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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红枪五子的日啊 苖然没有 这都是红枪五子的日啊 坐下没有 红枪五子的日 那有些画面呢 我就不放出来了 因为就像刚刚这些很普通的画面 搞不好他都会被黄标 更别说那些有些现场 还有些人被踩踏 送到医院呢 为了抢东西跟别人大打出手 同样都是受灾的人 大家都有困难 为什么这么自私呢 救援物资捐给你都已经不错了 因拿进拿越拿越多 然后别人拿的话你还跟别人抢 然后还要跟别人大打出手 这是一个21世纪现代文明社会会做出来的事吗 啊 真的 有时候你想想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这么做呢 就是怎么说呢 台湾肯定不懂啊 咱大陆人最清楚就是有什么样的爹 就有什么样的小粉红 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其实都跟教育环境息息相关 一个台湾人呢 你出生的时候 你就别出生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了 你就不是中华民国 你就不是台湾人 直接啊 让这个命运一轮改 直接把你改到中国出生 那你也会是小粉红 你也会是没有道德的人 其实跟教育环境 是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说这底层的老百姓 其实跟他们的爹有关系啊 他们爹是谁呢 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这些灾情中啊 就不是说这一次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 过去这四年的特色管理啊 封城其间 不也是这样的吗 对吧 上面一些有权有势的 那些当官的啊 把这些救援的物资 全部据为己有啊 那些人就不用抢 人家有权力 有权势 就直接给把物资拦下来 然后后来去年在中国 不也闹出一些笑话跟丑闻吗 就是其他地方好心人捐过来的 全部捐到那边不发 当地的救援队不发啊 去年的是那个上海啊 上海这么大的城市 还是这么低级啊 就是那些当地的那些主管机关的一些部门啊 把这些救援物资啊 那些当官的 全部都是放到自己家里啊 仓库里堆满了 不给老百姓 那有些老百姓呢 就饿得只好去吃绿化带 吃城市远景 把那地上的草都吃光了 还有一些老人呢 没办法只能去翻垃圾桶 但是我们看到物资 其实全部都在仓库里 还有一幕突然想起来 就是去年在上海封城期间啊 那个当官的那个警察 他当时忘记脱了警服 直接穿着警服啊 一箱一箱的把救援物资 往自己家里面搬 后来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也才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 你这一次呢 也是一样的扯淡了 这一次 你不要就巴结的说 啊 共产党会变好 有些中国人就说 啊 共产党啊 我们给他点时间 有些清醒的人会这么想啊 当然小粉红就不肯定不会这么想 但是共产党有改进吗 从他一尽力开始 到现在也没有改啊 对吧 除非你人民去闹 他才怕 比如说你一闹 哎 解封了 是吧 所以最近呢 中国北方这么多城市受灾了 都是政府主动泄洪的嘛 那政府还是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角色棍啥也没帮上忙 一边忙着大卫宣说我们多牛逼 派直升机对吧 但是一边在干嘛呢 一边呢 就是把自己的那些有权势的那些当官的 把那些物资啊 全部放仓库 网上新闻一直说中央支援物资了 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呢 怎么我们当地啥也没有 到现在 一根毛线都没有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 我们的课本上 包括老师也教导我们说啊 共产党是爱民的党 老百姓的一根针都不拿 但是现在呢 全国各地一些好心人捐的物资 捐过去了 没有派上用场 连根毛线人民群众都没看到 那有些地方呢 也被爆出来那些物资啊 就堆在那里不管 不是说他不发啊 他发的那个审核的标准很严格 他也会发 比如说你这边都有 成千上万件物品钻进来了 你可能发放个十件一百件 这物资一天比一天多 太多了啊 里边全是 里边全是 一直在细啊 一直在细啊 现在是只进不出 出的量非常非常小 每天十几车 骑十几车的细 太多了啊 他也没有发电机挂抽水机 这个时候呢还在长谷堆着的 关子 欠嘴宝 哎 九层一 城市上的脚蟹 这 烤好的量不具法 哎 他妈这堆着 看看啊 城堡肉摆着 摸了都扫索了 做的妈五一桑 都妈五种洗巴了 叫多少堆 这也就让我想起来的之前呢 有些地方的那个物资啊 捐过去了 不发堆积如山 最后都发霉了 过期了 然后半夜啊 偷偷的去挖一个大坑 把物资全给埋了 后来被当地的这些农民呢 老百姓呢 看到了 拍下来了 发到网上 最后啊 就道歉啊 当地的政府 然后呢 网上也开始洗地啊 就是当地的政府不作为 然后都在说骂 当地的那是什么几个贪官啊 就是跟国家没关系 跟中国的体制没关系 跟共产党没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就产生了贪污腐败呀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这个体制有问题 那有些人呢 像是明星呢 他也敢怒不敢言 那明星他毕竟有工作嘛 你也不可能批评政府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 那有些中国艺人呢 就是有良知的艺人呢 有几个人还站出来了 但是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是把这些物资啊 什么泡面呢 饮用水啊 亲自的本人啊 送到灾区 当然有些中国民众在那边冷嘲 热讽说这些明星啊 是为了蹭流量 不能否认 那有些明星 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这种天灾人祸嘛 如果你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全国大众的这个形象 你就变好了啊 这么说也可以 但是至少人家也做了善事 对吧 你就不能光说人家是为了流量啊 为了这个形象 当看到王宝强亲自给灾区的百姓发放物资 赵丽颖让他的弟弟亲手把物资交到灾民的手中 就让我联想到某地爆出 去年的救灾物资放到现在 过期发霉了 丢到山沟里的事儿 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的很多明星和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他们往灾区捐赠救援物资的时候 都会选择自己亲自压车 亲手送到灾民的手中 因为现在怕了呀 吃过亏上过当了 以前哪里有灾情 那都是四面八方的救援物资 一卡车一卡车的往处送啊 小道袜子 肥皂卫生巾 大道米面 粮油和铺盖 那都是统一的送到那些人的手上去了 然后希望他们尽快的统一发放 深怕灾区的百姓动着饿着 那仓库对的是满满当当的 可是当百姓去领取的时候 左一个证明 右一个盖章 一套流程走下来 还不知道能到手多少东西 你看看 送到你们手上的时候 那是一路畅通来者不拒 该你们发放出去的时候 就得过五关斩六将才肯松手 请你们搞清楚 爱心人士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哪怕他们只捐了一袋大米 那都是属于灾区百姓的 怎么感觉这些物资一粘到你们的手 就跟你们性了一样的 要怎么发 发给谁 发多少 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心情吗 几经转手下来 本该铺凉鞋的季节都已经盖上棉被了 而那些救援物资还在仓库里对着躺着 你们留着干嘛 你们有什么资格留着 要说这是你自个家的东西 你舍不得送 那谁也没话说 但是这是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的血汗钱 他们的一片爱心 谁也没有资格留着扣着 一边是王宝强 寝自向救援物资发给宰民 另一边是宰区的库房里边 堆满了来自各地的救援物资 寸礼不能领 人家寸礼的相亲们 假让水也泡了 地也白中了 羊的那些个盛情嫁出 包括看家护院的狗 逮耗子的毛也都让水咽死了 现在河北 老着一堆东西不往下放 爱去证明才能领 显明的对比 凯证明才能领 那么大的水 那错还在 那有些艺人 他真的妈是作秀 啥也没捐 但是在救援物资的货车上面 请了几辆大卡车 然后在外面拉起了横幅 某某民心捐住灾区 结果货车里啥也没装 空的 空的就算了 那个车还一直开 绕着这个城市 外围一直开 就怕没有人看到一样 然后就拍这个图片 拍到发的微博上 某某明星捐助灾区 还本人亲自发的 不止一个明星呢 好几个明星网红公众人物 都这么做了 这也不是头一回这么做了吗 前几年 好多这种类似的一些网红啊 就是作秀 网络上淘宝上面买个皮划艇 然后就在那里拍一拍 就是在当地有两圈 然后人就走了啊 视频一拍发到网上 我去救援了 其实啥也没干 今天都是一样的 这帮中国人呢 就除了不光是说 这些公众人物 这些上层的这些贪官 底层 从上到下 都是一个样 艺人也是一样 都是这种知性未感 骨子里就充满着知性 救援物资车直接开进超市 卓州灾区沦为网红秀场 谢梦伟三国灾区不屑被骂上热搜 捐款200万当天就能赚回双倍 直到看见有网红把支援河北灾区的物资直接拉进超市 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大方的真正原因 这他直接给卸超市来了 我有点懵了 把便宜批发来的物资放进超市高价售卖 不仅转头就能赚一笔差价 还能打着捐款的名号在直播间收割网友的礼物 部分网红转的盆满钵满 有网红拉着80岁的老人在深水区摆拍 拍完视频就将老人置于洪水中不管不问 有网红拉着一货车的物资奔赴千里赶来 结果发了两包泡面拍的视频就将车开动 然后站在安全的道路上开直播转捷 导致整条路交通堵塞 嘎子谢梦伟更是被骂上热搜 有网友亲眼看着嘎子送来的物资 拉着横扶在桌州大街上溜达了三年 却愣是没看见有人卸车 为什么当地出现这么多乱象呢 其实这些贪官都懂混水好摸鱼 对吧就是你搞得越混乱 管理秩序救援物资管得越来越乱 他们贪官的其实能够捞到更多好处 对吧你一乱了我贪了多少东西 你也不知道对吧账本一乱大家都不知道 谁捐了多少反正钱包都进了你的口袋里 所以这些上层的这些有权势的人 他就希望下面一团糟 老百姓有没有拿到不关心 反正这个是混乱的就行了 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贪了多少 也不知道对吧 大家也看不到趁火打劫 他回答了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说是浑水好摸鱼 对于某些人来说物资管理越乱越好 自己可以趁机多捞些好处 实在是灾民的悲哀 当地就有一个抖音博主拍摄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救援的货车司机 当天都经历了那些物资被轰强的嘛 偶音博主就问那个司机是做何感受 那个司机啊就语重心长的时候 他其实习惯了 像当地的老百姓 老百姓嘛 他根本不考虑你 你说的最严重的一个事 我有个好朋友 拉了一车洞 在东北 以前就几毛钱一斤 那老百姓就瞅个多 就觉得这玩意儿 我靠下来的 我捡呢 所以那翻车了 今天东北有雪 我下个领子 站不住 车划了 动力啥 那除此之外呢 中国人的这个知识性未改啊 还体现在全世界 你妈就算黎民到海外了 留学了 都是一样 就算去国外留学 接受个几年的教育洗礼的话 洗不干净的 骨子里就有那个基因在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最近吧 那啥 英国伦敦 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呢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在英国伦敦一个著名的涂鸦墙 上面去做自己的作品 把整片地区的那个涂鸦都给涂掉了 而且很多的作品呢 它是有一定的含义的 是致敬缅怀一个逝者吧 就是很知名的一个作品 那个展期都还没结束 这些中国留学人完全就不管 直接上来就一顿一顿哗哗哗 就把那个白漆一涂啊 涂完了之后 我们以目前的中国大陆粉丝可能比较知道啊 那些口号 那些其实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了解大陆的人可能知道这些东西 就是共产党呃 讲的那洗脑的那一套什么富强民主自由文明 其实这也讲出来的嘛 中国一个都没有 一点都不沾边 但是中国就是这么洗脑吧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就是中国小粉啊 就把这些啊洗脑的东西啊 直接涂到了人家英国的伦敦的街头 把人家的作品都给涂掉了啊 就是为了展示中国的这洗脑那一套 多么丢脸呢啊 面真的太帅了 好我真觉得这 这视频 没事丢了一台相机也值得 不光丢中国人的脸 那台湾人的脸都被你丢进了 为啥 就是因为咱们都用一样的文字啊 你不要说什么 一些繁体中文 他们用简体中文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他都觉得是这个中文 谁分得起繁体还是简体啊 就是华人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人给丢进了 知道吗 什么玩意真的是 还有最近的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说那个中国吃的老鼠吗 鼓有直鼠围啊 不是鼓有直鼠围啊 鼓有直入围嘛 现有直入围啊 不是 直鼠围啊 就是前段时间 不是中国人有吃到老鼠头吗 啊 中国的警察鉴定了 那不是老鼠头是鸭脖 但是最后啊 隔了多久呢 一两个月之后道歉了啊 这个还隔了一两个月 检定一个鸭脖 是不是老鼠头 他们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然我们知道最终这个肯定不是检测需要这么多这么久的时间 而是迫于公众压力 最后道歉了啊 确定是老鼠头 但是最近呢又有中国老百姓呢 在餐馆吃到了整只的老鼠 当然这个画面呢我就不播出了 太恶心了 然后当地的老板说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是他吃面的时候不仔细 老鼠从那个那上面掉下来了啊 屋顶掉下来了 你这个当老板呢 你哪怕最起码给人家道歉 对吧 你就算说是啊 他们不小心他眼瞎那个从楼顶掉下来的 那是不是你们店里的这个卫生安全存在问题 零个道歉没有啊 顾客的问题啊 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是他运气不好啊 这我接下来就看中国官方怎么建立 然后建立啊 这是鸭肉 一整块鸭肉长得像老鼠的鸭 可能激进变异了 太他妈扯淡了 这块土地怎么天天都发生这些 让YouTube都系统都觉得会黄标的事啊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把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个头加入频道回来 赞助我的频道 速度够快吧 拜拜 累死了